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早上好 这是8月16号 我是明镜火拍的主持人陈小平 前几天呢 我们请了一位律师到我的演播室来谈 一位美国公民在上海的21套房产被没收 今天呢,我请到另外一位嘉宾 他有上亿元的资产在中国被没收 那么现在这位企业家呢 跑到美国来 上访 他要搞这个 有组织的抗争 因此呢,我们今天标题 被逼杨江湖造反 这是杨江湖 就是只要跑到美国来 维权 这个伸张正义 那么今天呢,一块到我演播室来呢 还有这个他在美国的 案件代理律师 叶宁先生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 中国法律和美国法律的 一些问题呢,我们要请他的律师来做一些讲解 好,先生你好,肖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肖先生呢,是我看到的材料呢 是湖北鄂州的民运企业家 他 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慈善家 这是双重的一个身份 那么呢,我现在要请肖先生给自己介绍介绍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给大家说说您 是怎么回事啊 先把你自己介绍一下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我叫肖云君 我是1970年出生 我老家是湖北鄂州市 11年移民香港 18年拿了香港永居公民身份 18年7月份跑到美国 大概就这样 好 这个啊 您呢是 人生呢有三个地方的落脚点啊 一个是 湖北的鄂州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美国 那么呢 这个 在鄂州的时候你是 私营企业家 对吧 对对对 你的商业 帝国主要从事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生意呢 我主要就是从事 投资 投资 房地产 矿山 钢厂 这些相关的 企业 有 有那种 那种 销售啊 啊 贸易啊 实体的 都有 这个 能不能说你的商业帝国 都有多大的规模啊 多少的这个 你能不能够 说一下就是 因为你好像是一个 在当地很大的一个企业家 你有多大的资产啊 这样的一些 一个 规模 规模就是 也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就是 我公司就有 可能有 四五什么 某地那种 办公楼 我们 收支无地的帮楼 主要是帮楼 认为主要资产 对 然后就是在投资嘛 各地投资在当地 投资 一般的在 湖南海南 河南 广东 这一带 都是做房地产的 一般都是 投资 投资房地产 嗯 那么这个 有些公开资料介绍 你是这个企业家 就是我想问你 做了哪一些这个慈善 在这样的一些思念 慈善 我主要就是 在我们老家 做慈善 就为我们称名 做 小区嘛 做那个 住在小区 然后 没钱的人 可能 送了十套 以上的 给穷人没钱买的人 不光送给他们住 给他们 他们没钱装修嘛 还给他们装修 然后给 有钱的人 买这些房子的 就按 成本价 给他们 就是我们 当时我们 房价大概两三千的时候 一平米的时候 我给他们就是 甚至就是 贴钱 就是 800 一平米 就让他们 让他们住 再给他们做 会所啊 娱乐室啊 健身房啊 足球场 小型足球场 都给他们做 还有我们 我们小区 成立 做起来 一直到现在 里面的物业馆里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嗯 再还有我们当地的 这是我们家乡呢 当地的什么 孤寡老人呢 每年 送钱 送 吃的 还有 得病的 没钱吃的 我们 试试他 都 都帮助他 就是主要是在你们家乡这个范围 对对对对 就给你们的家乡们 老乡们做一些好事 对 那么你还有一个身份叫做就是湖北省那个 鄂州市工商年的副主席 这个是 哪一年的事情 你 已经有 有几年了 嗯 我因为我当时 当时 让我搞那个 政协委员 但是我不想涉及政治的事 因为我是个商人 因为我觉得 工商联 不涉及政治 但是他可以跟政府 可以说 说一下 企业家的 亲生 我之所以我就 加入了这个 工商联这个组织 当时就被 推荐为工商联的副主席 这个 这个 中国的规律就是说你 赚钱了 就有人向你靠近 啊 给你 荣誉职位 人民代表啊 政协委员啊 然后呢这个人民代表 政协委员也觉得 这是好事 因此呢这个 愿意去靠近这个 这样一个 政治荣誉 那么呢 相应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给钱 啊是不是啊 这个 你有没有你当时当这个职务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像通常人们说的那样你要交些钱作为这个晋升的这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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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这个不是一个 政治组织不是那个有有什么有什么吃味的那种 这是一个 自发的那种 企业家的那种组织 企业家组织 是根据呢 是根据呢 这些发的那种 那种麻烦 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但是我不想因为我是商人不想涉及政治 不想涉及政治 好啊 这个你的问题是 啊 我看的材料啊就是 我们那可以 导播可以调出来它是 当地的这个一个大黑运动的啊 头后通缉犯啊 所以我们要 就要从这个 头后通缉的这个开始 您呢是怎么会是从一个 民运企业家 慈善家 在龚襄年 副主席这么一个就是位置啊 突然一下变成你们当地的 头后的这个 这个 涉黑 在逃人员 你能把这个 故事的这个 变化给大家说什么 可以我可以简单的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那个打黑 比全国 少黑除恶 提前一年 从 2016年12月开始 如果我是 黑额势力的话 那提前应该就通缉了 因为是我是为我们 在我们当地 投标 中了一块 20多毛的地 触犯了这些腐败 腐败官员的利益 他开始就是 以 以那个 向 开始以为 以为标 说我 后来 又以 向非国家工作人员 行贿罪 通缉我 但是 在后来 就上升到 因为要 抢我的财产嘛 就涉及到 要上升到那个黑社会 黑社会罪 就这样的 三个阶段 刚开始说你是投标的时候违规 对 然后呢 说你行贿 然后呢再说你是黑社会 那么你先说说你这个 我知道这个 投标这个事情 你是拿下了当地一块 叫老四伟 附近的一块 很有商业潜力的一块地 是吧 对对对 这个 这个东西 当时你投标的时候 投标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经过法律程序啊 让人家觉得 你就是没有 违标 这样一说 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违标到底怎么回事呢 违标是他把我们那个股东 吊打 吊七天七夜 咒案子做出来的 是这样 对 取打成招的一个 对因为他们用他们的黑手白手套 打招呼我们就没听 没听他们的 我们就 加价把那个地块拿下来了 后来 我们 就在这个地拿下来有一年左右 过了一年 因为我们呢当地有一个 大型的货 货运机场 落户 就是顺丰快递 机场 导致我们的地价 翻翻 翻翻了 他们就坐不住了 他们就 想把这个地收回去 想把这个地收回去就要做案子嘛 因为你拿了一年 他没说你 什么这样那样的事 他突然一年过后就说你违标 因为但是我们 我不在家里面 我在香港 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 把我的伙伙人 七天七夜 要他指证我 送了两百多万块钱 你们那里搞一个打黑基地 对对对 跟重庆 重庆模式一模一样 也是打黑基地 对 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 主要人物这个打黑基地的 主导 就是我们的副局长 韩才兵这个恶魔无法无天 欺上瞒下 现在就是 你呢 在竞标这块土地的时候呢就有人 在说你别竞标 是吧 对叫我们他们在围标 他说我们围标 对啊就是你就是 就是当初就是竞标的时候有人给你打招呼说你别别别别抢这块地啊 你们没兴趣是吧 那么你把这个地拿到了 对啊 那个时候就埋下了德州人的种子 对 然后呢 过了一年以后 对当时因为那个利益不是很大 他们也查了很长时间 但是没事啊 因为是因为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拿了投地 他们就没大回事 但是过了一年 那就 那就事就来了 灾烂就来了 这个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但是是不是也觉得 啊 在这种地拍卖的过程中你觉得你也有后台你不怕啊有这种有这种这个想法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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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没有后台你就是靠你就是这么达到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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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彼此都要比后扣三吧比后台吗 那么看谁的印吗 那么呢你这印的话你就拿因为这个拍卖很多时候都知道业逸律师这有的时候后面有没有 强规则 这个在上面这个拍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打好招呼的 出门了这个大家意思意思 最后好处平分了 这种事情很多 那么你说 你是凭着这个真实的这个 按市场规律运作 拿下这块地 拿下之后呢 一年以后这个地方 因为有一个大的商机 土地升值了 对 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就是你说的他们 就受不了了 对对对对 这个他们刚才你点的就是当地的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 对 但是我觉得当地的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有这么大的能耐 来制造这样一个 事件吗 他后面还有人吗 他说是我们的市长王历 指使的 是市长 对他说是我们的当地市长王历指使的 是他他说的 但是我我没有根据我就不能乱说吗 就是你觉得他是跟市长有关系 对他说要把这个地收回收回去 以至后面 说定我黑社会 他也说是 市长王历的意思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给你找茬了 对呀 给你罗列一个罪名 那么最初罗列的一个罪名是刑贿 那么你有没有刑贿呢 我没有啊 我是我自己的股东 我们本来是个股东嘛 我25% 还有一个股东25% 他没有 他觉得不是很赚钱 是个他觉得分不到多少钱 然后他想退出来 我就 补赏了他250万 OK他把这次这样的 对是中标以后的事 不是中标之前的 他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他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是你的股东 对呀 他觉得无利可图 他要找人 他说 开始拿了200多万就可以了 他觉得也没投资嘛 他就是开始 他可能竞标的时候就投了2500万竞标了嘛 但是就 没有什么成本嘛 他觉得赚250万可以 他就提前退出了嘛 这就是所谓的行贿的问题 行贿就是把他 调七天七夜 要他承认我 承认我给他送钱 是行贿 他出来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调了七天七夜 我想死的心都有 不要说 要我只认你 给我的钱是行贿 就是要我 说我 杀人 我都会承认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钟头电话 断了三次 他那个 手指头 已经不听使唤了 无意之中碰断 碰断三次 打了七天七夜 掉七天七夜 掉了七天七夜 嗯 那么最后这个 行贿也没有 查出你给 政府工作人员送钱的任何证据 对对对 他就说我像 他像 他就 就是以这个理由 他要把我说大一点 本来就是 就算说我 给钱他 他也是一种 伪标行为 他就 他就把那个越说越大嘛 他就说 向非国家工作人员 行贿 因为我股东不是国家工资人员吧 他就像 他就像这一种 更深的一层 作案子 因为当时我不在 我不在大陆 他就把我股东先抓起来 抓起来我那个股东 唐华熙 他也是个正规商人嘛 那他肯定这个脾气很强 他要告他们呢 告诉他们 他们更老羞承诺了 他就 使用手段了吗 他就叫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姓郭的一个朋友 骗我说 你们 赚钱的机会 很多 你不要跟政府作对 你们就把那个 地 退回给政府 然后承认你们行贿社会 到时候就 就说行 行 违标卫水 卫水 就给你们 罚一点款 把这个事 处理掉算了 免得这人还关在 关在牢里面 好汉不是眼前亏了 对对对对 你们反正有赚钱 有的 他说我们 因为我们那个股东 他钱也很多 钱很多 他人的脾气很强嘛 他就要告他们 他们就要做案子嘛 就叫我的朋友 做我的事项工作 叫我回去 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 就说有 有那个 违标行为 当时我因为我觉得 我一个私人企业家 能跟政府作对吗 我就听了 我当时我就回去 我就说了 我就说 象征性的说 送了几十万块钱 我说 我说就满足他们的要求 结果他们就说 这 根本不是 你这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他们又派人 又叫我的 叫我的朋友 骗我 到 到 那个 澳门 要我 要我 要我冤枉那个 谭 谭华西 就说我们一起 一起 行贿 就说我们退股的钱 就是行贿的钱 后来 没办法 他们跑到澳门呢 跟我做材料 他们跑到澳门去 对呀 你是从香港到澳门 对吧 对呀 OK 你那时候已经是香港居民了 我11年就是香港居民的 他们把你 骗到澳门 然后他们到 澳门去跨进行执法 对对对对 他们明知道他们 是违法的 他们还是这样做 他们怕 因为他们要我 要我按他们的意思 写 要我的朋友 来 做工作吗 然后按他们的 按他们的那个意思写 做了两天的材料 第一天 他们说你做了材料 还不符合我们 韩局长的意思 还不符合局长的意思 第二天又做一天 做完了 他们也知道这是违法的 违法的他们就说 你这个 做的材料 我们怕我们到时候 拿不出桌面 你还要写一个情况说明 我们不能带回去 你要从澳门寄回去 跟这个 跟这个我们做的材料 一模一样 然后签字 按手印 然后还要录音 拍照 大陆的那一套 手段 都在澳门 他就是为了说明你没有被胁迫 应该是这样 你是自愿的 对对对 他就做假案嘛 那么这些事情 叶律师你在这 你听听他说的这个 这些事情是不是这个 有点天欢夜谈啊 从一个 这个 竞标事件啊 最后逼着他说 他这是违规竞标 然后又跟他说他是行贿 然后就跑到澳门去 这个 办这些事情 从你的角度 这些东西 你怎么样看 我觉得从事实的角度来 说呢 这个 当地的这个 公安局副局长 韩才斌 那么他是 仕途 就是说他觉得 这个他们的这个 公平的竞标行为 就是实际上是 就是不听话 不听话 就是敢触及 他的这个 核心利益 因为这个 这块土地 是黄金底端 特别是后来 他看到 就是 这个 亚洲最大的 这个货运 物流机场 要在那儿落户 以后这个 这个地价 就翻翻的 这个往上涨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 开始是想通过 这个 就是 威胁利游的方法 让他们自己退 结果 这些朋友 我想 这个 肖先生 可能也是因为 当地是有 有一定的名望 这几个好像 都很厉害 不肯吐出来 不肯吐 这个 不肯吐给他们 实际上他们搞的是 丛林规则 就是这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经酒 不吃吃罚酒 这个 但是我特别让我这些 我倒是并不感到奇怪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中国 这是中国这个常态 这个丛林规则 已经成了 就是 这个 资本市场上的 潜规则 所以 最大的受害者群体 是 民营企业家 你们看看 就是上了中国 财富榜的那些 前 前十名的 民营企业家 几乎是没有一个 无一幸存 全都倒下了 全都不是进了 进了监狱 就是跳了楼了 这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丛林规则 是非常不好的 它是会引起这个 全民族的这个 灾难性豪杰的 这个 所以在这种 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就是出现 国内还出现了一个 特别不好的现象 就是拼爹 要不就是拼 轻爹 要不就是拼 干爹 干 所谓的干爹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 各自拼 背后的后台老板 后台在政治 后台的政治地位 有多硬的话 那么他就是赢家 在这个丛林规则当中 就是是赢家 如果你的后台不硬的话 那你就是 路人 你就是 你就会倒下 这种倒下 是全面的 他把你就是说 不仅是财产全部吞没 甚至把你的 生命全都会 遭到不夺 自由权遭到不夺 而且呢 巧立名目 他想说你有罪 你没罪的也是有罪 他想说你没罪的话 你有罪的也是没罪 实际上他 他掌握了 他不是按照 我们像美国 看到的就是用 用正当法律程序来 进行这个鉴别的 他完全搞的是 这种 就是黑吃黑的这种方式 这个不奇怪 这是 这现在已经成了中国 这个民运企业家 遭到的这个结束 也是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 潜规则的常态 那么奇怪的是 这个韩才兵 副局长是胆大包天 他敢为 他敢一个小小的 地级市的 公安局副局长 就可以越过公安部 这个跑到这个澳门去践踏 这个一国两制 跑到澳门去执法 那么他这个跑到澳门去执法 我们知道澳门有个基本法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 而且这个基本法等于是一个国际 向国际社会展示的一个窗口 澳门基本法规定50年不变 澳门的政治制度 这个第二条规定 澳门的这个司法的自主权 这个50年不变 那么这个在第19条内呢 他由18条19条开始 具体的 规定了澳门独立行使 这个司法权 有澳门的法院 澳门的原来的法规 全部一体造用 除非是和基本法有抵错的 和基本法没抵错的 全部一体造 就是全部保存 那么澳门的法院有 审判权 有裁定权有终审判权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说 同时澳门基本法也规定 它的行政权也是独立的 这是高度自制的 你不能就是说一个 这个大陆的一个市级 或者地级的 这么一个公安局 就跑到澳门去执法区 这个澳门不是让 你可以随便 可以随便践踏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基本法的 这样一个地区 虽然它这个做法呢 已经是 大大的 犯规了 大大的超过了 踩过线了 这是一个非常过线的行为 它是 它这么做 如果这个 恶力一开的话 那么整个 就是说 香港澳门的 这个50年不变的 这种高度自制的地位 就会在国际社会面前 就是说 出洋相出丑 成为一个丑闻 所以这个恶力 开 它一旦开 打开这个恶力的话 它是连累 整个就是说 目前的整个 中国的政治生态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是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这是个严重的 违法事件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肖先生同时又是 又是 又具有港商的这个身份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这种 这种是不能允许的 还有一个 非 就是说 美国联邦法院 唯一 保留的一个 对外国 外国人 外国 事务 可以进行直接管辖的 那么就是 这个 对 私有财产 非法国有化 这个问题如果主持人等一下问到我会详细的介绍有关的法律和这个法律的严格过程 这个这个 海外这个造访这个 杨江湖造访这块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但是呢 关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还有一些想问你就是说 他刻意 跟政治保持距离是吧 当地让他入政协 他说他不去 企业家不应该进入政治 那么这里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 做生意场上有点玩清高啊 最后让当局看不惯眼早晚要倒霉啊 这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说到真实的情况 就是他后面实际上他也有 也有这个靠山也有 也有拼爹的抱大腿这一说 但是呢他他没有讲真实的情况 那么你觉得 这两个可能性哪个呢 我觉得呢是这样 这个实际上呢这个 他确实有这种保持清高的 这样的 这样的 这个轨迹 这个一路走过来 那么而且呢 你看他有这么好的 这个 这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他都没有入党 都没有这个成为中共党员 所以呢他这个在政治上呢 他确实保留了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这个不依附性 那不依附权贵的这种清流的 这个本事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注意到 即使你在中国目前这个 这个生意 就是生意场上的 这个潜规则呢已经到了 连不保持独立的 这些企业家呢 也也是 招不保息 所以呢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看到现在 岛下的那些天字第1号的企业家 他都是红顶商人 都是 像王健林啊 这个就是 这个谁啊 这个陈 这个陈毅的儿子 那个 等等 陈小鲁啊 这些 这些人 那么我们看到的 他现在已经不思想 现在这个问题 这个丛林规则的 这种豪杰性的这种发展 已经形成了 实际上 我把它概括一下 已经形成了中国 历史上的第2次暴力土改 这个第2次暴力土改 是很可怕的 就是因为你 就是不能保 保护 如果你不能保护 民营企业家 私有企业家的这个私有财产权的话 你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生态是要 经济生态是要遭到极大的破坏的 因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 实际上中国最有活力的 发展企业给中国带来经济繁荣 也给普通老百姓 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的 就是这么一批打拼在 这个投资前线的民营企业家 如我们也看到 你像这个 就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最大的 这个思想政治成果 就是拿破仑法典 这个拿破仑法典里面最重要的 这个思想 就是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如果这条原则 你如果不在 立法和宪法的这个层次上 加以奠定的话 那你就是说你造成了这样一种 这个像土改 暴力土改这样的模式 进入这样一个模式的话 那中国整个经济从长城发 发展来看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 这样一种 一种下滑的断崖色下滑的轨道 轨迹了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他这个案子 有很多 国内有很大的盘 有很大的民意基础 他这个案子 实际上是一滴水 可以反映大海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特别值得 我们只需要抓住不放 而且必要的时候 需要在美国联邦法院 就是 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 对中国公安局的 就是这个 以韩才兵为代表的 这样一火 探官污吕 要进行在美国法院要提出 美国联邦法院要提出 非法国有化的 好 这个一会儿呢我们这个 进一步讨论讨论在美国维权的 法律途径 但是这个 现在我们 再来问这个 这个 肖先生 就是说呢 刚开始说你违规 后来呢 说你行贿 那么最后给你扣的一个盘子 就是你黑社会 对啊 那么把你放到了这个 通缉名单的 第一位 那么呢我现在点上 黑社会问题 问你这个问题啊 因为你这个 到美国来以后呢 你今天到我们这里的来做 做采访的 不是第一次 那么在之前的你接受过 其他媒体的一些 采访 采访之后呢 我就想问啊 这些 除了这个 官方的说你是黑社会 以外 有一些这个 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 也说你是黑社会 所以我想那个 请你来解释一下 这些人到底是真的 还是他们是五毛 被派来对你进行攻击的 那么呢这个 有一个人呢 这个这么说的啊 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正宗的黑社会啊 沃州市 房口屈人 很多年间 开始做非法生意了 这个是我们当地 第一黑社会 啊 这哥们2000年 初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黑社会的一只啊 这个 纠集这个一批马仔啊 让子房地产开发啊 到房地产开发商工地闹事 殴打工人 主爱私工 胁迫开发商 封闭建筑的城堡权 攫取高额利润 原始积累啊 开始洗白 然后呢 接着话题一转啊 这个06年领导帮子换了一批人 想用中央 扫黄打黑 开始打 因此呢他们为这个 俄州新医院政府领导帮子啊 打黑点赞 那么呢 你怎么样回应 那你给我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批评 对啊 这个这个是我 我想说这个是正宗的五毛 正宗的五毛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 俄州市房口屈人 你不是啊 我是俄州市 十三 西山接班 躺脚头村人 在 2000年 什么有名的黑社会势力 有名的要犯法啊 有什么 他有什么说我干了什么 他说 原子房地产 非法 老师那有公安局有底案的留底呀 这没有 那你 你凭空说 要说16年是领导班子 响应号召 中央是17年才打黑呀 18年才打黑呀 你16年怎么响应中央号召啊 16年的班子还是那个班子 怎么换的班子 他16年打黑的时候没有我 17年打黑没有我 我18年才打黑呀 他群职就是乱说嘛 我18年是由于这个地才打成黑社会呀 我既然从2000年 18年 我是黑社会那肯定有 犯罪记录啊 有没有犯罪记录啊 他能调出来我的犯罪记录吗 不要说我的犯罪记录就是我旁边的人有没有犯罪记录啊 我什么马仔呀 我起台生不要司机啊 司机就是马仔 那会计就是马仔 我公司的会计也是马仔 雇员 我公司的门网也是马仔 我那么大的地 所以说这个您呢在海外媒体上做了这个采访之后呢 当地的公安就开始行动了 当地的公安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这个 在 官网官方的媒体上 对呀 说要对你这个 终于发现你的行动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 还在里面说说你这个人啊 很重歌门义气 重兄弟感情 重兄弟感情 这话都出来了 但是呢 吸毒成性啊 赌博成性啊 赌博成性啊 还有人说你这个 贩毒啊 这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 你认为 这个可笑 我连 我连烟都不错的一个人 还什么吸毒贩毒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东西所以说 你说他是虫脆无毛 是不是就是这个 恶州这个 公安看到你在海外出来 这就是韩才兵搞的 韩才兵最会搞这些舆论宣传 韩才兵 他为什么 我们恶州这小的城市 为什么比 全国 提前打黑一铃 因为 当时提拔他的一个 常务副庭长 郭唐银 想把他交流到别的城市去 当公安局长 然后 郭唐银本身想当 公安厅厅长 然后从黄石 郭唐银是原来在黄石市公安局 升为 升到 省公安厅 当常务副庭长的 就是韩才兵他亲戚 提拔他的 韩才兵那个亲戚叫妙和林 原 南京政协的 主席 还有一个呢 刚才是一个 批你是黑社会的啊 这个呢 说你好话的 一个 充委会 充老百姓写的给你写的联名信 这个联名信是我们是 肖兴君同志的街坊邻居啊 看着你长大 对你的一举一动的看在眼里啊 我们 我们证明你是这个 奉公守法啊 为聪明着想 为聪明做好事 啊 并且既然出于良心 激功好义 为遭到误解的弱势 伸张正义啊 这个 聪明给你出去 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聪明的签名啊 我这里看到的 我不便于 把他们说出来 就这份联名信 又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肯定是他们 当局 到去 非法通缉我们 他在通缉的同时 不但非法残害我 连我的老婆都 非法通缉了 那个通缉名单上 有一个信送的 就是我老婆 我老婆从来都没有 跟人 跟人 吵个一次架 从来也没在外面走动 一直在家里面带孩子那个 良家妇女 他也成了黑社会了 他 不知道他怎么把他打成黑社会 老百姓 老百姓看不过眼了 都是我的村民 都是我村庄的人都看不过眼了 因为我 我也村民做了很多好事 那个韩才兵换了 几个专案轴啊 针对我的专案轴就 去走访啊 老百姓都说我好啊 他 他只能够去有的罪名搞我吗 他指使别人 告我敲诈他几千万 我是正常投资的 民事 经过我们 俄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费省高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的钱 本来别人 连借我的钱 带我 股份的钱 总共六千万 别人本来就是 每个月还我一千万 还在第一个一千万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了 就把我的 法院的这个账户 因为 还钱要还到 法院在给我是吧 就把我这个五千万 非法冻结了 冻结了 我在说我老婆 为什么他通缉我老婆 法院的这个正规的钱 打到我卡上 我当时在香港 没回去 冻结了 就是 一七年的年底嘛 我老婆就在家 我就叫我老婆 我就把 这个钱 法院的这个钱 还给我这个 一千万块钱 有八百多万 打到我老婆卡上 放了十多天 因为过年了嘛 呃 过年的时候就 刚一过年 过完年 我就把爸爸都还给我的朋友了 因为我差别人的钱 我就还给他了 我老婆就为这个事 被 当黑暗势力 通缉 你说这多可笑 他帮你洗钱 法盲呢 我这正规的钱呢 来路有名的钱呢 我们那个法院判决书 我把那个判决书 掉出来那个图片 中审判决的 高院中审判决 这个我们有这个判决书的这个这个图片 对 还有这个第一页还有一个最后一页有两页 对终审判决的那一页 那对是这个第一页最后一页 好了这个 他就以这个名义 不但别人不还钱 他就转成形式 他要别 别人告我 敲诈 4000万 你说多可笑啊 我明是 他能说成 形式 我正常的投资受益 他可以说 敲诈4000万 你说敲诈4000万 该判多少罪 在大陆要判多少罪 默许友啊 你敲诈4000万就是典型的黑社会吗 以这种理由 因为找不到我的理由 以这种理由 定我黑社会 是这样的一个黑社会 那叶律师你这个黑社会是怎么看 黑社会就是有组织的 进行这个犯罪活动 比如讲 这个 贩毒 这个 就是 盗窃 拐卖妇女儿童 等等 这类就是 以犯罪 为目的 才 就是 实际 组织 是个组织集团性 犯罪 这就是说 不是一个人 那么 如果说这个 他定性黑社会的这个 标的 标的就是这个标的金额 说他就是敲诈勒索 敲诈了这个 敲诈人家 这个5000万 人民币的这种做法 这个是 如果是完全是合法 是经过 终极人民 试一项 民事官司当中 他是 原告 他是 胜诉的一方 法院判给他的钱 而且 这个钱是由法院贷款的 法院书记图 书记原来贷款的钱 那这个 这笔钱的 就是说法院 是完全是合法的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这是栽赃 这是罗子罪名 对这个钱进行 如果进行没收的话 说归国有也好 如果没收 那就叫做 古巴模式 古巴模式 就是说直接的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就是说 抢夺 这个 把私有财产 变成国有化 那么如果是 墨西哥模式呢 叫做 creeping expropriation creeping expropriation 就是 蝉食性的 在美国的法律当中 有几个里程碑色的东西 第1个是 叫做豪尔 豪尔法案 豪尔规则 豪尔规则是1938年 这个根据墨西哥 对美国的 在墨西哥的财产 进行这个境外的 这个 这逐步的充公 也是先从扣押开始 从扣押开始以后 就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钱 就不值钱了 或者这个钱 就消耗掉了 那么这叫墨西哥模式 这个墨西哥模式 就是说 根据当时的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 这个豪尔 这个提出呢 就是说 什么叫做 违反国际公法的 就是这种 充公或者是剥夺 或者是国有化 充公剥夺国有化 三个字是同一字 那么豪尔的规则要求的是 立即的 全部的 有效的 补偿 如果这个 被告能够证明他对 这个没收的这个国有化的财产 进行了 包括 蚕食性 那就是说你要给他就是说 这个充分的这个补偿 而且要一次性到位 这样的规则呢 他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这是国高的规则 1938年 这个豪尔规则 但是呢 这个美国国会 是承认这个豪尔规则 是必须要 必须要采纳豪尔规则 那么1964年发生了古巴革命以后 古巴革命以后就把美美国的财产全部充公了 那个全部充公还 涉及到了威迪马拉的这个美国联合国品公司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案件 那么在在这个以后就是说 美国国会 19 1965年 64年古巴革命以后 1965年通过了一个叫做Hackenloop Hackenloop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要求 这个美国法院对这个进行关系 而且要适用豪尔规则 但美国法院在具体执行当中稍微有点修改 美国法院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件 是本口versus 这个奥维尔 这个案件当中美国法院美国的第二上述法院就是关我们这个地区的 纽约联邦法院 他说他把豪尔规则修改成为 就是 适当的 适当的赔偿 但是他说适当的赔偿也不排除 全额的赔偿 全额赔偿 那么所以呢这个 这个 本口versus 这个 奥维尔的这个案判例呢 他这个 1981年的判例呢 他还是规定 但是还是规定这个国际公法 关于符合国际公法的 这个剥夺 剥夺 剥夺赔偿 那么是要 如果 这个被告能够证明已经对当事人做得适当的 也不排除 全额赔偿 这样的这个措施以后 那么他们是可以受到豁免 所谓豁免的话 豁免的规则 就是说他可以称他为 act of state 是国家行为 就合法的国家行为 但是你必须要证明你要给 这个受害者以充分的 就是说不排除充分赔偿 全额赔偿的 适当赔偿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这个非法国有化 这个案例 就是 美国现在联邦法院 是唯一保留的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就是在 在境外 美国境外 美国国外的财产 遭到非法国有化的时候 受害者可以向 美国联邦法院提出控告 这个而且美国 联邦法院必须管辖 必须进行 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法院 实际上是 能不管辖他就尽量不管辖 他不是一个很积极的 要去揽私的一个地方 他是能没事 少少点事情就少点事情 我们知道1881年的 这个外国侵权者 求偿法案 他通过一个叫做 Cisco vs Holland Royal Petroleum Company 这个案子 就是 Cisco是一个受害者家属 这个 告 这个荷兰皇家石油公司 这个案子就是 在美国 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判例 从这个判例以后 而且 这原来是 第二上诉法院的案子 后来 第二上诉法院 支持了这个 就是 人权 侵害者以后 联邦最高法院管辖 就是 接受这个上诉 接受上诉 我们以为这是个好消息 结果联邦 联邦 这个最高法院把这个整个门就关上 就是 就是说我们美国有什么理由要去管辖发生在美国境外的又不是美国人的这样的案子呢 这个所以关上关上以后 这个门是 2014年关上的 但是2014年年底马上有 有这个就是说反背 背叛这个判例的案例出现了 那就是 华盛 华盛顿 跟哥伦比亚特区 这个上诉法院 这个终审判决的一个叫做king vs king 就是 金氏受害人 梁传教士 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者 被金正恩政权 这个酷刑之死 最后这个 控告以后 被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给人一脚就踢出去了 这个案子 这个原告不否 上诉到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 本来在那个 在那个最高法院的判例下 应该这个案子是毫无希望的案子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给这个最高法院的 这个荷兰石油公司最高法院的判例 开那个大 撕开那个大口子 他不仅推翻了 地方 这个法院的判决 而且他直接做错判决 判决这个就是金正恩要赔偿这个被告 每个被告要赔偿4000万美元 4000万美元 而且给出了一个计算 这个酷刑的标准每天100万 就受酷刑一天100万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案例呢 就是说现在 如果要告酷刑赔偿案的话 那就必须 到哥伦比亚特区去告 这个哥伦比亚特区 我也是这个根本比较特区的这个法院的成员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所以 但是呢 要告 要控告就是 非法剥夺 非法 夺产 非法国有化 那是全美国 所有的联邦法院都可以 这个 你这个 维权的这个前景啊 听叶律师来说呢 是比较光明的啊 现在 就是 现在我要问你这个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一般的这个 你这个这种遭遇啊 涉及到一些 企业家呀 抱着这个腿 出了问题 你像徐明啊 跟薄熙来的关系 刘汉跟周永康的关系 但刘汉呢 但周永康倒了 薄熙来倒了 徐明也倒了 这个 刘汉也倒了 是吧 这个 那么呢 您的这个情况呢 你理解就是说 是 纯粹是一种 你跟别的人之间的一种 经济行为 导致 这个 公共权力介入 来把你 例如打黑的名单 对 民主人情的 还是这个 还是就是说 所以一个 后面有一个政治的斗争 导致这个 不是什么那个领导换掉了吗 代表一个新的市长 跟这有关系呢 你觉得你是哪个理由 哪种可能性更大 都 都不是 这个这个人他 他因为我当地是有名的 我是做企业 做慈善的 经常帮人的 他就像想利用我的名声 出名 利用你的名声出名 对呀 然后 他也下不了台呀 他做冤案的 他把我的 合伙人 唐华熙 已经关了 要了一年了 他有什么案件 关了一年了 一个土地案 早就 就按他们的意思 已经说我们围标了 土地他们收回去了 那还有什么 把他关了 还不放了什么 有什么理由 你居然犯法 你就判了 有什么理由啊 一年了 有什么理由 继续关了 还在找他的 犯罪 犯罪证据吗 就是 找那种 要做成铁的冤案 因为 现在就是重庆模式 我们就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伤害了这个 韩才兵 王立他们的利益 这些领导人 对你们这些企业家看不顺眼 对对对对 就是到这个 某个时候就要把你们当猪杀一面 对 本来他们就是 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把地收回去 但是后来就演变成了 他收不了场了 他怕我们出来告他 那我 我以什么理由 你那个地 公开拍卖 拿去一年了 我有什么理由 把这个地又收回了 地涨价我就收回了 他站不住脚吗 他必须要做案子吗 他利用我的名称 把我做成黑社会 那个 唐华� 也是 企业家 也做成黑社会 甚至公开场合就说 打 扫黑除恶 行动中 把唐华熙抓捕 我不知道 他说唐华熙做了什么犯法的事 他能做出来吗 他能说出来意见吗 你认为这个事 除了这个地以外 他能说出来意见吗 你认为这个事件 就是当地政府 有系统的 剥夺 私人 私人 企业家的财产 对对 就是侵征 还要诬陷 都可怕 就像薄熙来在重庆 重庆 没收一千个亿 最后呢 把他们弄个 弄个黑社会的名义 你认为是这样一种 一种模式的在线 对对对 对不起我一句话 刚才我那个案例的名称 多错了 1981年的这个判例叫做 Banko vs Savartino Savartino 好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你 很幸运的 没有像 徐明啊 刘汉那些人一样 被抓 被死在中国监狱 最后呢 死在莫名其妙 或者是 扣一个死盘子 把你这个弄死在那边 那么你逃到美国来了 那么这次呢 我感觉你跟别的企业家不一样 别的企业家呢 并没有像你这么高调的 就是要 要去维权 要在美国这边 跟那边 站起来干 而且呢 你还 宣称要 这个要起诉 中共政治局 要 这个 有组织的抗争 是吧 你还要铺光 那么呢甚至于你还加入了一个 加入了中国民主党 你要搞一个这个 反打黑的这样一个行动 反黑打 反黑打的一个行动 那么你意识到你这个你这种行动 将会让他们那边 对你更加恨之若无 而且呢 对你 更加出现了打击吗 我知道啊 但是我 但是没办法 我已经给这个韩财兵和那个王立这些腐败集团 逼得走投无路了 我要寻求 海外各大媒体的帮助啊 我还要寻求 海外 华人 合法的 团体的帮助啊 我绝对不会参加那些非法组织啊 我的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呢 你说我正常的 投资受益 能冤枉成黑社会敲诈上上几千万 在国的可以可以无期枪毙都可以 你说一个人 他 他把我往死路上逼 谁帮我维权 谁帮我说话 只有媒体 大陆的媒体不敢说话 只有海外的媒体 媒体的力量有限呢 那要有组织 这组织也是合法的组织 他能帮我说话 我肯定要寻求他们的帮助啊 因为我是一个我也不知道的企业家 一般的企业家呢他在那边遭受冤屈之后呢他到美国来他跟这个 媒体啊 保持距离他跟这个海外的这个包括像民主党这样的组织他也保持距离 如果有这个 关系的话呢也只是道义上的私下的个人性的关系 他不会把自己就是一个行动跟他们结合起来一块做 因为他们更多的相信说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在国内还有亲人 他们觉得还是通过私下理论的勾兑 也许能更能解决问题 那么你怎么样的把这些东西都甩开了呢 因为你妻子好像 还在国内也上了黑 通缉名单 而且好像呢还是身体不好 忧郁症 对不对 我妻子带过来的 都带都到了美国 但是我 我们要深层的 他把我的所有的资产都扣押了 他们过来没发生的人 是因为他们还有钱呢 你扣押他一个亿他还有十个亿 他肯定不会发生 他们现在一共扣了你多少钱 一个就是法院的 6千万的判决 6千万的那个 还有房产6千万 还有 还有我公司所有的东西 我老婆的账户全部查封 我公司的资产呢 我走投无漏啊 我我我干嘛不出来抗争呢 我一定要抗争呢 我要深层呢 我这么大的冤枉 冤枉冤枉我 到了这么大的程度 我做好事的一个人 并且他们 呃 成立专案组 换了 四五个专案组 走访 老百姓都说我好 我做了做了那么多好事 包括我们接班 称委会都说我好 你为什么知道我明知道我好 是好人的时候还有愿望我 我就想不通 你这不是逼上梁山吗 逼上梁山 叶律师你看这个企业家 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代表 中国企业家反抗模式的一个转变呢 呃我觉得这个是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转变 因为中国企业家一般都是忍气吞 吞声 逆来顺受 呃一般不敢 这个 发声 呃不敢发声他们有种种原因 因为他们就是说国内 有很大的盘 这个呃总是希望能够通过 这个勾兑能够通过这个一种良性互动的方式 但是呢我觉得呢 这位肖先生呢是 真是他是刚才说的 被逼上梁山 这个 万病民返了 那个韩才平 他他们实际上 他们现在在做的 并不仅仅是牵动到了俄州一个 一个小地方 他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触动的是一块很大很大的盘 他是要把整个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都拉下水的 这种做法 那么 这个做法呢 就是说我觉得呢 就是 企业家有这种良好的愿望 实际上是 也没有后 也是无可厚非 包括我这个反共了几十年的人 我还我也是希望 中国能够出现一个良性的变化 比如讲最近我看到 这个 中央电视台拍了一个七分钟的 主耶稣这么一个 纪录片 我是这个 就是 我是内奔了 就是 我觉得如果 这个中国 实际上中国不缺钱 中国缺的不是钱 中国缺的是 人类的良知 是这种道德的 普遍的这个断崖式的崩溃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 旧的意识形态 道义的资源 已经用尽了 现在必须要引入新的 实际为新的道义资源 这个新的道义资源 我个人是认为只有耶稣基都能够救中 如果而且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面 还提到了军事坦丁大帝 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南海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主席真的能够做出能够体现这样一种暗示能够成为中国的军事坦丁大帝那是普天同情的事情 而且现在 这个军事坦丁大帝的这个军事坦丁大帝是需要在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得到深渊 得到正义的道义 美国的司法系统 变动美国的这个最敏感神经的一个东西 美国现在有大量的 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啊 包括苹果啊 包括麦当劳啊 你如果这么乱来的话 最后你看 这些坏人啊 这些包括专在共产党里面的这些像韩才兵这样的坏人 他的胃口没有够的时候 他开始先是抢夺平头老百姓 抢老百姓抢得差不多了 他觉得 这抢夺 抢夺一般的老百姓速度太慢了 太慢了 太不过瘾了 他就开始抢夺这个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到以后 抢的不够了 再不过瘾 他开始 外国的美国的这个投资者 他也会动的 也感动的 胆子越来越大了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你不要看就是这么一个小案子 这个小案子底下的盘很大 他牵涉到了千千万万跟敏感的神经 所以这个案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子 所以我这个 我这个律师的话 即使韩才兵被剥夺到了 剥夺成了穷光弹 一分钱律师费付不错了 我也要为他免费的打官司 这个官司是美国这个 就是说 一定会引起 中美两国朝野的高度敏感和高度关注 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好像很艰难啊 那么在这么艰难的一个案子之下呢 你还是 愿意啊 就是即使 没有钱了 你也要打下去 你觉得他的意义 这个 究竟在什么地方 如果他能 他能因此赢得 引出中国的一个 中国版的拿破仑法典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意义就非常值得 值得去这个做这种牺牲 就是你 不能这个 让那些官僚啊 对老百姓啊 对企业家的钱啊 才让 想怎么拿就怎么拿 你有时候拿的时候 这个地方好强 这么乱 乱干下去的话 整个就是 被他们搞的那乱七八糟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灾难和豪杰都会出现 他们不能不但抢钱 还要诬陷人 我老婆这么 这么老实的一个人 他可以黑社会痛气 就是这个 一笔钱打到他的账上 他转了一下 他连用都没用 我自己的合法戏子 我就是打给他用的 也是正常的 当然 我是合理的钱 合法的钱 只是个治标的方式 治本的方式 能够给 中国人民带来1000年的 1000年以上的 安和乐利的 这种 绿洲文明的 这种生活的 把废墟变为绿洲的 还是要靠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 看他这个 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来拯救 这个 您和所有的中国人 同时他也从法律上 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加上你自己的这个努力 你不仅公开的站出来 要跟当地的 你说的贪官污吏 去战斗 而且你还要 采取主性的行动 而且还要成立了一个 反黑打的 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说 这是对我们媒体的价值 就比如说 你把这个企业家反抗 带入了一个新的 干的他的话 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是 非常有信用价值的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到此 谢谢这个 肖先生 能够到我们的演播室 来讲解你的案件 谢谢这个 叶林先生 能够从 这个法律的 乃至宗教的 角度去解读 他这个事件的一个意义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主持人 陈小平先生 和明镜电视台 感谢各位关注 感谢各位观众 好 感谢我们的观众 收看我们的节目 感谢我们导播的制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